對你們的海獅 又再沽多見銀珠寬 站在沙基灣道 對面西灣河港跌站 西灣河民喻中心 泰安流 向著這個corner的位置 沙基灣道114號 13呎道向沙基灣道 57呎道就向城安街 望望整棟大廈 道理上之前沽出來整棟 但我不想說壞人 不過你要留意 樓上的騎樓有些難搞的東西 所以不是個人可以買 不想仔細說太多 總之要留意 樓上的時候比較難搞的 樓上看到上面 樓上全部刺激 除了有腳底按摩電 樓上的時候 二、三、四、五樓都全部刺激 加上有個天台 那是有它的原因 但仔細的 你自己問律師 自己問不知 因為它還在沽緊 我不想影響它 但自己要留意哪些買店 這次說 純粹就是下面這一站的地鋪 海獅就說是 私存成高中 5800萬 有人說5800萬 有人說5800萬 我猜5800萬 就算是沙基灣道 城安街交界 樓上對面 地鋪1000呎道 A14號地鋪就不是傳動 那時候拿出來賣就傳動 但這次成交 我收到的就是這個 純粹是地鋪 因為地鋪比較簡單 租金大概27萬左右 去到2026年的4月份 回報 5.6厘號 但比較奇奇怪的 這裡很奇怪 這裡 應該是 to best of knowledge 不知道怎樣大包租 怎樣分間出來的時候 又租出來 很奇奇怪的 我們問了很多東西 總之奇奇怪的 總之 所以回報比較高 但記住 去到這個位置就是天井位 所以說過 這些東西就不應該在這裡 這些不應該在這裡 因為這是天井位 但是賣菜 賣什麼垃圾地鋪 沒什麼所謂 所以走過去的時候 就說是57呎在城安街 13呎在沙基灣道 原本業主14年的時候 就海絲 8800萬 買入傳動 樓上還有五層尾菇 但是五層尾菇的時候 注意一下露台 有些要很多東西搞 不是普通人買到 所以就 樓上就小心 包上這個 去到這裡 這個樓梯 大樓的樓梯 樓上就有一個速體按摩 我樓上走到 all the way 上到樓上 我已經是我自己曾經走過 不過這次說是這個 大概13呎左右 向這個沙基灣道 再過去這邊的時候 上面就說是這個 應該是遙東村 再去看看 好了 這一大塊的時候 這次回報夠高 租金27萬 這裡 我覺得如果再續租 我不太肯定 不過是可以的 這次回報夠高 另外這位是黃的 樓梯對面 民喻中心 這裡是街市位 民生 所以我覺得可以的 這個漂亮 這個漂亮 算了 五分吃 十分資訊 一分手手 五千七百萬 每一個 值得一個 七分在你 七分在你 這個好 光業車 過了 去買家 成匯商鋪 配套真 租金實 保證鋪真 駕實 直上bwfem.com 尋號 或者聯絡我們 和各大agent 好 看一次這個盤子 四九千萬 最終成交了五千八百萬 還有這個圖籍 這個位置圖 還有就在泰安樓對面 民喻中心對面 這個是黃位 不過租客就騎來一點 傳動 下面的地鋪 貴主 貴買家